百里杜鹃风景区 位于贵州省碧杰市西北部的浦底乡 每到每年赏花期 这里花开成海 绵延百里 每年都会有大量游客来这里休闲赏花 这一天 距离景区不远的浦底乡卫生院 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阿根廷华侨 李文忠 范玉林先生 范玉林先生 这就是当年拿着我们这个救护车 全的 这个车还是比较新的 你看 这个保养的还很好 这已经不是李文忠第一次到访碧杰了 2016年 他随全国政协来碧杰考察 看到这里的贫困山区山高路远 群众看病不方便 李文忠当即决定为这里捐赠五辆医疗寻诊车 价值100万元人民币 那时候就是做扶贫考察来了吗 几年前了那时 那个山区 偏远的那个山区 一个是贫穷 一个他看病就是最难了 最困难的就是看病 李文忠这一次回访碧杰 有一个心愿 就是看看这几辆寻诊车的使用情况 我看看里面 这个是我们的车子那个B超 这个是那个储缠仪 这个是新电图机 这个是我们的吸引器 这使用力都很高吧 很高很高 因为我们就是病人的时候 这些是一定要用上的 你看老百姓在这里 就可以做一些包招缝和清创 这些简单的手术 这是很关键的 邓涛是毕杰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 他和李文忠相识于2016年 当时邓涛负责对接寻诊车的捐赠事宜 他会定期将寻诊车的使用情况 以及治病救人的现场画面 发送给李文忠 你看李老师先生 这就是当时救护车救人的情况 这里面出了车祸 这个救护车就过来了 你看老百姓在这儿一边救人 一边就把这个病人受伤的伤员 送到车上 在正在急救的现场 你看 对 所以没有这个救护车 可能这个伤员吧 可能就没救了 你看这是真实的情况 李文忠出生在北京 上世纪九十年代 他独自来到阿根廷 不宜诺斯艾里斯打拼 历经艰难险阻 创立了阿根廷里风药业集团 最终让中医药在阿根廷大规模研发生产 并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认可 近些年李文忠陆续向北京 云南 贵州 山西等省市的贫困地区 捐赠四十多辆医疗巡诊车 汇集近四十万民众 对他们来说我觉得作用太大了 我看了他们用这车来救护那些病人 那些图片 那些资料 我都很感动 我觉得给他们捐的确实上很有价值 李文忠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慈善呢 这还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1949年 李文忠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 在他十一岁时 父母不幸因病去世 年少的李文忠被义父收养 并学起了中医 每天都要四五点起床 那我十多岁那时候都困得了不得 每天也得起来 就要背书 像《黄帝内经》 《伤害论》 《金贵要略》 这些经典都要背下来 虽然当时背起来跟不理解 跟天术一样 根本也不懂 可是现在想起来 那就是一生是受益无穷 后来 李文忠被街道推荐到 北京中医学院读书 毕业后 他顺利成为一家医院的医生 然而 李文忠并不满足于现状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 1983年 他辞去公职 创办了一家民营医院 北京朝阳区偏瘫康复医院 在当时 引起极大轰动 那个年代 我们国家 还是缺医少药的年代 好比急救 现在脑出血 脑血栓 突然急救阶段的抢救 抢救以后呢 他这恢复期 就开始恢复了呢 国家就不能受住了 我就把这个很多的偏袒病人 给他们开展了这个家庭病床 得到很好的效果 后来这个跟他们院长 后来就说 谈话受到启发 说现在医疗体制改革嘛 你可以搞私人医院嘛 我就受这个启发 然后就创办了 等于是北京市第一家民营医院 当时 很多国外同行 来到医院参观 寻求合作 李文中也应邀去海外考察交流 在这个过程中 他产生了一个想法 走出国门 去海外发展 经过深思熟虑 他最终选择了阿根廷 他们有一个植物性药 植物性药就是这个模式 跟咱们类似于咱们中药的模式 所以到那里去 我的意思就是说 把咱们这么好的 注意中药介绍到国外去 1990年 李文中带上了自己全部的积蓄 来到阿根廷布宜诺斯爱丽丝 李文中打算在当地投资设厂 生产中药产品 然而 当李文中将全部资金 投入到厂房建设当中时 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我是做医生出任 从一个医生等于 跨入到一个企业家的行列 所以说当时是没有经验 在带着资金过去以后 就盲目地去买地 建厂房 设备 甚至大批的原材料都过去了 可是呢 因为由于当时的语言也不同 对人家所在国的医药政策 很多是不太了解 所以就失败了 为了维持生计 李文中开过洗衣店中医诊所 也在一些学校教授中医课程 1996年的一天 一个特殊的患者 慕名来找他看病 一个阿根廷最著名的主持人 叫苏萨 他有这个脊柱测弯 脊柱测弯在他们西方医学呢 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他们就是给他做止痛 止痛 然后就是休息 没有其他办法 后来我用中医的这些疗法呢 给他做针灸啊 做按摩啊 还服用一些有关的中药啊 他取得效果特别好 特别好 他那高兴极了 然后他就给我 他在电视台自己就给我做宣传了 他这么有名的主持人 一做宣传的 当然影响就大了 很快 李文中被聘为 布宜诺斯艾利斯医科大学客座教授 并受邀到电视台做讲座 李文中一边宣传中医文化 一边继续运作开办制药厂 1998年 他最终申请到了阿根廷制药许可证 然而好景不长 2001年就在工厂出具规模时 阿根廷遭遇了罕见的经济危机 李文中第二次面临破产危机 资金也冻结了 超过两万块钱以上你就取不出来了 工人也开不出工资来了 很多人就辞职了 产品也卖不出去了 所以那会儿就变了又一次破产 后来就这么熬着 熬着又过了一年以后 这个产品逐渐 销售得逐渐上升 终于又恢复过来了 从出国开始创业 到企业走上正轨 李文中走了整整11年 而他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 和他对中医的热爱不无关系 因为我从小多年一直是做医生 我见过太多的这些成功的病例了 用中医中养来治好的病例太多了 我认为咱们这么好的预料方法 这么好的药材 那将来他们一定会接受 这是我的信念 慢慢的 好 没问题 这个地划是吧 住点一 对对对 我主要找这个苦参到这 这个一个是这个边 像半野生的一样 是吧 没有污染 我们找这苦参呢 就是主要是用于杀虫 这投尸 几个月前 李文中来到碧杰市大方县 黄泥塘镇画里村 认识了在这里种植苦参的村民 胡天鸣 胡天鸣 2015年开始 胡天鸣带领当地部分村民创业 种植中药材和果树 成功带动了八十多人脱贫致富 你强执行的 强执行的都要把它裹掉了 老先生 这个我们讲 不要把它裹掉 它才能整根 整根的才打高 但是暂时还不能裹 再裹一段时间就把它裹掉 所以你把它卡掉也没有问题 李文中为什么要特意寻找苦参呢 这还源起于他 在阿根廷创业时的一段特殊经历 在长期的门诊当中 跟这个病人接触 经常听他们介绍到 说这儿童有很严重的投尸 是在阿根廷两岁到十二岁这个年人段 严重地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学习 投尸传染性极强 阿根廷政府规定 凡被传染的儿童不得尽孝学习 很多家庭备受困扰 为此 当时正在阿根廷 创办中药企业的李文中 结合中国的灭尸经验 用传统中草药提炼物 研发制成灭尸剂 有效遏制了投尸的传染 我们像百布瓜什么苦参这类的 那都是特别有效的东西 而且是绝对天然的东西 咱们这也碰上以后 它是那个穿透作用 穿透以后呢 它就冲去 从中冲去以后呢 它就缩成一个嘎嘎 就彻底死亡了 就死亡以后 你拿手一糊了 一层就掉下来了 就干净了 多年来 李文中一直在阿根廷 致力于传播中医文化 他曾受邀担任阿根廷植物药编辑委员会编委 将阿根廷的中药材的种类 从37种增加到了117种 为推动中阿医学交流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想写一部书 我现在已经经过 将近十年的公司了 就是我想让大家知道 中医从哪里来 将来中医应该怎么倒下去 我也是尽量多做一些 这方面的工作 希望中医那些精髓吧 能够传承下来 谢谢大家